长征9号核心设备亮相央视 其能力怎么样 如今的研发进度又如何 近日在央视的新闻节目中 介绍了我国新型火箭涡轮泵生产情况 这种涡轮泵将会运用到 未来长征5号改进型 以及新一代运载火箭中 而中国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无疑就是传说中的 中国超重型火箭长征9号了 此次央视也是透露了不少的消息 我们知道 火箭的能力很大原因取决于火箭发动机 可以说火箭发动机是一枚火箭的心脏 而火箭涡轮泵则是火箭发动机的心脏 简单来说 火箭涡轮泵是为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的装置 火箭涡轮泵决定火箭发动机的能力 而火箭发动机又将决定运载火箭的能力 因此可以说新型火箭涡轮泵的亮相 也是我国超重型火箭核心设备的亮相 根据介绍 目前这种火箭涡轮泵已经生产了五六台 并且已经经过了三次实验论证 此外 节目还透露 我国的火箭产品中已经运用了金属3D打印技术 而这种最前沿的技术运用到设备生产中 这也就意味着 我国的火箭产品生产效率将大大提升 这对于我国将来研制新一代超重型的运载火箭 长征9号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长征9号运载能力将达到140吨 而长征5号则为25吨 也就是说 长征9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将超胖5五倍之多 因此长征5号属于重型火箭 而长征9号是属于超重型火箭 而且长征9号可以说是对标美国的土星5号 后者协助美国完成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 在将来 我国宇航员要登上月球 甚至是火星 甚至是建立地外基地 那么一款再重量大的火箭肯定是不能少的 此外 要配合地外基地建立空间站的话 更重的核心舱也是关键 这也是我国航天下一步的目标 同时也是长征9号的目标 此外 随着深空探测的展开 将太阳系内其他星球作为研究对象 也成为如今航天领域的重要目标 像对地外生命的研究 以及对外星球水资源的探索 甚至将来寻找另一颗适合宜居的地外星球 都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如果说中国不想在这方面落后 长征9号同样必不可少 根据计划 长征9号将于2028年进行首飞 从现在的报道来看 其研究计划也是比较稳定的 因此我们有信心 在将来早日实现星辰大海的征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源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